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她第一次紧张吧 以前的从容淡定不知去了何处 四日时间在大家的忙碌中 就这么过去了 终于迎来了东华和凤九四海 八荒瞩目的大婚 这一日九重天上仙鹤齐鸣回荡四方 七彩鸟绕着九重天一环一环的飞舞着 彩虹般的轨迹绚烂着整个天边 一朵朵淡紫色的云漫步于整个天空 好似佛林盛开的美轮美奂般的柔美 这一日 某日新君更加不敢怠慢了 东华帝君的大婚典礼 早早地催亮了天边 青秋的各个山头 人头攒动 摩肩接踵 整个四海八荒 无论仙级的高低 品界的大小都悉数到来 围住了整个青秋 水泄不通 一时间 青秋背下的大婚暗戟 虚无作息 一眼望去 黑压压的一片 还真有沙场点钉的气势 更有甚者 没有寻到婚宴的暗计 便席地而坐 自己掏出自带的裹酒 自贞自饮 只为乔一眼东华帝君和青秋女君的婚礼 真真喜气 青秋的狐狸洞口 拍着一条长长的队伍 弥谷忙得不可开交 这排着的长队是干嘛的呢 这大喜的日子 都是前来恭送贺礼的 有品界的希望更上一层哦 这没有的呢 希望能混个脸熟 他日面见帝君定品界时 能够得个称心如意的 一眼望去 各位仙人手中的礼物 还真的不容小觑 各是珍宝 应有尽有 虽然远不及当日的帝君的聘礼 可也是难得一见 弥谷一件一件 悉数手下 记录在侧 瞠目结舌 狐狸洞内 凤九娘 成玉正陪着凤九 精心打扮着 但妆丝丝晕开 趁得她绝美地 面容白心明艳 面若桃花 精心描绘后的脸庞 戴眉四弯月 阴唇若朱丹 既若宁知 气若幽蓝 如鲜般的绝美容 也令人痴迷 额间的那抹凤尾 雁红无比 绚丽动人 射人心魄 此刻的凤九 云云众生 百媚千红 唯有她一席独方 凤九望着 铜镜里 亲历娇艳的女子 一时间差点 认不出自己 乌黑的绣发 完成一个优雅的计 导时点缀的凤语 不要再在烛光下 轻轻摇曳着 白皙的耳朵上 佩戴着丝连流光耳坠 一袭红装 流云广袖 长长的裙摆 恰入凤语 在脚边盛放 腌红色的细差里 衣泛着金色的光 广袖袖口细密 繁复的花纹 美妙绝伦 此等嫁衣 便是出自 东华帝君 亲手描绘的图案 胸前的挂着的 一枚童心锁 是凤九娘 特地按照凡间的习俗 给凤九佩戴上的 希望女儿女婿 凤九娘喜极而泣 小九九 你真是好看 你一定要幸福 承语也被感动落泪 三人抱着 泪眼朦胧 快别哭了 小九 你是今天的新娘子 哭花了妆 可就不好看了 凤九娘小心翼翼的 擦拭着凤九落下的泪水 不舍感激 紧张 激动 阿娘 承语 你们都要好好的 凤九握紧他们二人的手 强忍着泪水 动情的说道 嗯 你放心 我们都会好好的 承语笑着回道 其实内心早已感动得不行 一路陪着凤九走过来的承语 终于等到了送小九出嫁的这一日 嫁的人也是心心念念之人 狐狸洞外 白家众长辈 都在聚集在一起 等待着今日的主角 不多惠儿 正主倒是未见 一道佛光 笼罩着整个青秋 白纸大惊 周围一片哗然 如今忧着能耐的人 可是不多见了 紧接着 无数的凤雨花瓣 倾泻而下 形成了花雨 方向四溢 亲人心脾 一缕紫色慢慢从九重天上 缓缓而下 定睛一看 形成一条 无与伦比的极大的佛林花河 连接着九重天和青秋 这么震撼的场面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如此壮观 如此盛大的场面 此生一见 无憾 白纸白意 相视一笑 心想 这帝君是给足了青秋面子 将凤九捧上了天啊 快看 东华帝君出现了 观看的人群中 有人吼了那么一嗓子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 佛林花河的那一头 东华帝君身着一袭 奥赫的金丝勾线的锦袍 与凤九的广秀流云红山香的印帐 上面绣着的龙形镂空的图案 栩栩如生 巧夺天宫 娇好的面容 俊朗的身形 亲切的银丝 垂贴在背后 深邃的眼眸 往日傲视一切的犀利不复存在 满目期待 满目深情 他置身于一艘五彩斑斓的花船中 手中紧紧拽着一朵红绸缎编织的花球 花船在一对飞翔的比翼鸟的牵引下 顺着佛林花河缓缓而下 后面跟随着一群人先军 上一次跟随东华提亲的一众人自然在列 若仔细看 会发现出现了一位本该红尘室外的高人 那便是范界的佛陀 谁都没有想到 东华帝君会请来佛陀 自然可知 那笼罩青秋的祥和的佛光 便是出自这位高人之手 花船至比翼鸟盘旋在青秋上空 放声高歌 婉转悠扬 悦耳动听 东华走下花船 众人跟随 慢慢走至青秋长辈的面前 东华微微欠身行礼 岁而恭敬地说道 东华今日迎娶九儿为我胎成功地后 此生为他一人 还请各位放心地将九儿交于我 帝君今日迎娶我青秋女君 让我便也应急说几句 今日我们将小九嫁入九重天 若你胎成功 倘若他日他受了委屈 我青秋定不会袖手旁观 定会说法 还望帝君谨记当日提亲 和今日迎亲所述之言 爱之护之 白者郑重地说道 胡帝放心 东华微微欠身 接着也从白衣略微汉首 也请白衣上神放心 东华今生不负九儿 这四海八荒 无人再敢为难于他 这霸气的宣言 天地之间也只有东华帝君一人了 那我们家小九可就交给帝君了 白针随声附和拱手行礼 混在白家人堆里的哲言则是笑了笑 东华帝君也有这一日 未曾预料 未曾预料啊 帝君请在此稍候 白衣笑着对东华说道 东华点点头 欠身还礼 不得不说 此时的东华还是有些紧张的 就算是当年比我力量悬殊时 都未有一丝紧张 可现在却内心却一直无法平静 他瞧手以盼 那梦寐以求的姑娘 会是怎样的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叮铃铃 叮铃铃 佛林声声催人醒 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东华被惊醒 只见 一袭红装的凤九在白衣的搀扶下 缓缓走出了狐狸洞 富若宁之圣似桃花 目光流营 光彩绚丽 红唇好齿 举手投足 娇内动人 周围观看的人群 不是发出赞叹之声 这东华帝后果然名不虚传 雁冠群芳 这姿戎绝对够得上四海 搬荒第一角色了吧 太美了 水水芙蓉天然雕饰啊 家偶天成 珠莲碧河 实在是妙不可言啊 有那么一瞬间 东华的心停止了跳动 她的九儿的美 她知道 只是她从来不知道 她可以美到如此地步 不可放物 在白衣的牵引下 凤九迈着细小的步伐 凝视着不远处的那个人 一步一步朝着她的方向前行 凤九 这一步一步迈过了万年之久 那年 那片林 初次相遇 一场惊慌失措的逃命 从天而降的 你顺手搭救了我 你未曾想过会有报答 一切不过举手之劳而已 我抬头仰视着你 你汗手凝视着我 东华 你没有想过 一入眼帘那么鲜红 会在你的心底悄然盛开 你没有想过参透了天地 但看了生死 却抹不执念 凤九 我一路跟随 心心念念 要偿还救命之恩 为你我入太成功 凤一盏清茶 因一缕清香 盼着能从你的眼睛里 看到我的影子 偶尔 一汪平静湖水 也能荡起层层涟漪 你对我的好 我未能及时知晓 或许已经成为 这一生的遗憾 可我依然庆幸 我没有错过你 东华 回去三生时上名字 那刻起 自己不会有红乱心动 可我却依旧自欺欺人 与你凡间偷生一世 相守数年 自以为的尘世情人 尘世静 可却依然成为 割守不下的 另一半的自己 凡间百般柔情 万般呵护 皆是是从心而为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讨论区 keynote